F1一級方程式賽車呢 是許多熱血車迷們所喜歡的賽事 而今天像我們朋友也真的相當的不一樣 就大家看到在我身旁呢 由了一部特別空運來台的F1賽車 雖然它不是真正的比賽車 不過這款Showcard 如果觀眾朋友想要親眼目睹它的風采的話呢 在接下來台灣的這個台北啦 台中 大家都可以實際去看這款的這個Showcard 當然除了F1賽車啊 我們說這個可以說是比賽的 算是最高的殿堂之外呢 跟我們一般人比較稍微接近一點點的 應該可以說是屬於房車賽 而且在台灣可能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這個TCR的場車 相信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啦 今天在我們的棚內 也來了一款TCR真真假假的場車 我們待會也會幫大家好好的來介紹 那首先我要請知悉帶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都知道 Greybo在這個F1賽事裡面 在過去曾經拿下多次的 不論是整個等於說是團隊的冠軍 甚至於也有一些車手的冠軍嘛 對不對 可是雖然說近期這幾年來說呢 是由賓士所拿下冠軍 可是體質相當優良的 就Greybo來說 它也是在整個我們在頒獎台上面的常客 它為什麼有這麼優秀的表現啊 其實應該說從千禧年世代開始 大概是那個時期 基本上大家有在看電視的話 都是法拉利在統治整個F1的賽事 但是近10年來的前半段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都是Greybo所拿下 沒錯 一連串的一個冠軍 然後到現在才是換成冰時AMG車隊 在統治這個時代 那其實呢 我覺得Reybo有很多可以值得跟大家講的事情 特別是Reybo Racing 他們投入在非常多的 例如說極限運動的賽事 或者是很多的賽車 包含到以這個FIA系列來說 最高電堂的F1賽車 都是他們重點發展的一個項目 那其實呢 Reybo跟其他的這些車隊有什麼不同 其實關於你看 有AMG 有法拉利 有比如說雷諾 其實基本上他們都是車場背景 應該不是說車場背景 其實他就是汽車品牌 但是Reybo 我認為他們非常厲害的就是 其實他只是一個奧地利的能量運動飲料而已 但是他們在運動的賽事 特別在賽車門檻這麼高的運動之中 可以有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那當然今天我們來到現場呢 這是一台貨真駕駛的F1 雖然他是沒有裝引擎的一個show car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把它全部講完了 可能天都要黑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稍微深入顯出 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先跟大家說 這一台是現在是20年 這一台其實是19年式的塗裝 RV15 那看到33號 其實他就是目前的當家車手 Max Verstappen的座駕 但是他的這個車體本身 他是因為宣傳圖裝的關係 所以是RV15 其實他的本體是RV14 就是18年的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 他有很多例如 貝奈利啦 MOGA1還有HONDA 其實他應該是裝雷諾的引擎 但其實雷諾的引擎 其實也很不錯 畢竟呢 也幫助像這台的車主 Max他也拿下了最年輕的 分戰冠軍車手 所以但是呢 到了這個 大概1920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發現其實RV15 我們講到他有最棒的空氣力學 還有最棒的底盤調校 但是就是在動力的部分 感覺就是跟法拉利還有賓士 有一點點的差距 所以目前才是更換上了本田的引擎 好 我們先來看車 講到這個空氣力學 你會發現他在目前新的F1的規定 前面的我們所謂的前面的鼻翼 以及下方的擾流 已經可以變得非常非常的寬大 但是呢 前方的 怪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他擾流的變得非常的多 對 而且還是有層次的 對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感覺尾翼好像一般的車子 你看那個Golf TCR都特別的大 還比他大對不對 F1前面為什麼也要做這麼大 其實在這個車頭部分呢 F1擁有非常高的一個車速 動輒都是250 300以上 所以他的車頭的撞風壓力相當的高 那在這個部分呢 車頭可以做這樣的設計 車頭可以提升大概 百分之二十幾的一個下壓力 加上尾翼百分之二十幾 剩下大概50都是有底盤的一個負壓 來造成的 但是呢 你會看到在最中間的地方 其實F1有規定 他靠近中線的地方 是不可以做這種擾熱造型 所以你會發現中間是有點空的 對 這個是 就是符合F1賽事規定 就是大家說的這個比翼的部分 對 那你會發現很多車輛在可能維修區 維修的時候 他的車頭比翼這個地方 其實是可以卸下來的 方便他即時做一些操作 那這麼講究空氣力學的一個賽車 其實我們稍微往後一點 到輪胎的部分 你就會看到 他的包含連桿 懸吊 以及轉向的這些控制的軸類 全部都是用碳纖維 而且也都是為了空氣力學 所造成的變成非常的扁 降低他的一個風阻 主要也是因為希望他能夠更輕量化 沒錯 其實基本上在車頭的部分 因為賽事慢慢的開始規定 怕你用太多的金屬 會去刺穿到別人的輪胎 所以基本上這邊你看到的結構 都大概都是碳纖維 那兩側的輪胎呢 輪胎是F1的一個特色 目前在新年式的賽事開始以前 都還是用13吋的 很小一顆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貝奈利 他是PZL是黃色的 黃色其實是一個中等的胎性 如果你看到白色 他就是最硬的 但是耐磨指數最高 抓地力最好 紅色就是最軟的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們再往後走呢 其實後面慢慢看點就可以比較多了 其實F1從大概50年代開始到現在 他都是採用這種所謂是開放式的車艙 分離式的這種車輪 也是目前變成他的一個賽事的規則 那在這個駕駛艙的部分呢 其實大家應該先靠這個俗稱夾腳拖 對 HELLO的這個裝置呢 其實從17年開始測試 那以這台車主MAX來說呢 他自己其實沒有很喜歡 為什麼 就是很多車手覺得 F1的安全性其實表現已經很好了 對 那例如像Hamilton 他就覺得你裝上去就不叫F1了 F1就是要開放式的一個車艙 但是其實你看到他包含 以這個為車手量身打造的這個坐姿 以及他到差不多前輪的前面 這整個都是單體式的碳纖維艙 這個東西感覺好像開放式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大概前年的時候 HELLO用時速大概300公里飛出去 這台車全部都全毀了 但是就留下一個很像浴缸的一個單體坐艙 然後下車300公里撞下去 然後下車還是可以走路 對 這表示說像一般我們不是有講到 之前節目有介紹說像跑車 現在有很多跑車 它也是做這樣子 就是很像浴缸裡面這個東西 其實你撞了 可是對於駕駛座來講 它的保護是非常非常足夠的 對對對沒有錯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F1最主要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引擎就在這裡 對 這是它的引擎 那它採用的是1600cc V6的 火能增加引擎 這也是比賽的規範嗎 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 其實不稱它為引擎了 應該稱它為動力單元 因為基本上它現在算是一個 Hybrid的一個構造 那但是它引擎的本體 還是可以達到一千一萬五千轉 相當相當的高 但是它這個最主要啦 簡單跟大家介紹 它大概是兩個電控的動力元件來組成 一個是熱能回收 就是它吸收引擎 在運作的時候釋放熱能 轉換為電能 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 剎車的動能回收 那這兩個系統呢 最主要可以在 有點類似所謂的這種 超增壓模式啦 它是在 就是所謂的CURSE 它就是在你 你試定的時間大概33秒 可以提供大概多了100多匹的一個馬力 所以在你車手的 戰術上的策略啦 或是調度上面 就變得非常重要 沒錯 也是增加賽事的一個可看性 因為畢竟各家 就是在整個F1的賽事裡面 它有規定你的引擎 要多大顆啦 甚至於在馬力 動力的限制上面 都是差不多的規範 沒錯 那至於說整個動力的 空氣動力學的考量 就是各家車廠的本事了 對 其實關於剛剛講的就是重點 為什麼叫方程式 其實它就是在 條條的規範限制裡面的 大家去比誰能夠 創造出最好的成績出來 沒錯 好 最後我們簡單看一下後面 其實後面 大家應該比較少看到 但是還是看一下 後面輪胎比前面還要大 寬非常的多 非常標準的一個前後配 但是來到車尾的時候 最大的重點就是後方的這個 導流器 Diffuser 那它的功用 其實我剛剛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的車頭有了鼻翼可以下壓 車尾有了尾翼 提供的安定性之後 對 在後方的底盤 它利用它的導流的方式 有點類似把空氣抽走 怪你你有沒有開過那種 真空的那種火腿還是什麼的 沒有 怎麼可能沒有 密封的保鮮盒 喔喔喔喔 是不是很難開 因為它裡面基本上 處於一個負壓或是真空的狀態 對 真空的狀態 但是 當底盤在車輛在高速運行的時候 它沒有空氣吸得到 因為離地太低了 然後風速又太快 所以它就會 會將車體還有 柏油路面 緊緊的吸附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底盤在F1上面 可以達到50%的強壓力提供 它就是以這樣的模式來運作 所以 簡單來說 F1賽車其實不管是不是 是我們看到的RB14RB15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技術的結構在裡面 那換成Honda的引擎之後 我相信在接下來不管是 其實19年已經過完了嘛 那RB14雖然還是以忌軍忌手 但是我覺得它的整體的表現已經 算是有讓人越來越關注到 那我相信在2020年的賽季呢 大家可以更期待RB15的一個表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